四年前 郭高国从高处摔下后 只能够坐在轮椅上 女儿很贴心 会帮忙打理生活大小事 甚至是料理三餐 一年级就开始做 儿子也很懂事 是运动比赛的常胜君 懂得主动帮忙妈妈 种田 采菜 是有力的帮手 这一家人因为意外的发生 而更加团结 太太阿顿来自柬埔寨 本来什么都不会 现在什么都会了 菜园里的农作物 欣欣向荣 是家里经济的主要来源 她都不能自己吃饭 等我们 她靠我们 我们一定要在家 不可以跑掉 此一职工教会太太种菜 四年来的关怀 支柱从不间断 照顾我们偷到位 顾到现在也几年了 我们很感恩 实际上帮我们很多 三年多 四年了 还有去求老婆 只感恩 不抱怨 他们越来越幸福 孩子们也天天捐竹筒 回报大家的恩情 因为要帮助人家 你知道那个是帮助人家的 所以你怎么知道呢 那边有些 这个家有孝生 爱不远离就能看见希望 大家新闻真正美志工 郑敬平 林逸宁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